嗨,你好,我是小饭 今天想要和你聊聊建立有效的被动收入 用这样的思维来想想看 如果你正在创业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事业上 有一些关卡的话 我建议可以参考这部影片 长期有在看我的频道朋友 你大概会知道我平常这个话题 都是在聊投资理财啦 资产配置跟被动收入等等有关 其中被动收入 指的是透过打造一个系统来创造收入 不是买哪一支股票来创造的 如果你看一些讲创造财富的资讯 它有一种是鸡汤型的 它就是不断的从心理方面去鼓励你 去分辨所谓的有钱人跟穷人的思维 这种类型的影片很多 要流量也很容易 但是说真的 它蛮多实用性不高 看完就忘了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客观 它要比较多的脑力 因为它讲的是一种方法 适合进一步思考 那今天这部影片就是想要走这条路 我会聊聊影响我非常深的一本书 书名叫做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中文名字叫做获利世代 自己动手画出你的商业模式 它提出了很重要的获利模式的思维 不管你自己是开公司 还是上班 还是自己创业 想要发展个人事业什么的 我觉得有这种思维的训练 可以让你保证想得更周全 有这么强大吗 我们慢慢来说好了 那我也让大家先慢慢的 进入这个获利思维的模式 所以我以第一个用Nespresso来说明 先直接用大家最熟悉的Nespresso来搭配 一起解说 商业模式中 那个九个公格是怎么样完成的 这样子大家最容易了解它的威力 首先是Nespresso 它的价值主张 目的呢 它是让你要在家里可以喝到 好像在意大利罗马卖的那种好咖啡 它为了就是要展现它做这样子的感觉 那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它会提供一台咖啡机 还有咖啡胶囊这两种产品 而它们和客户接触的渠道里面 我们先看咖啡机的部分 它接触客户的方式呢 是透过各大商场的渠道 它去卖给家庭主妇的忙碌的上班族 让这两种客户可以很方便的去买到咖啡机 那卖这台机器的就是一种收入 那这个咖啡机的收入呢 主要是给帮Nespresso生产咖啡机的这些厂商 所以这些厂商就是一开始Nespresso的重要合作的伙伴 这个就是咖啡机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咖啡胶囊呢 就是比较精彩的部分 它集中在它自己的销售渠道 像是用邮寄给客户啦 官方网站的去购买 或者是去一些Nespresso的专卖店 而且这些专卖店常常都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面 让你觉得喝Nespresso 就是一个高级高尚的活动 而这些呢 要邮寄给客户的名单 还有它的官方网站 还有它的专卖店 这个才是Nespresso它的核心资源 因为这些呢 才是它能够一直不断的跟客户接触的关键秘密 还有一点显而易见的 一旦你买了这台机器 基本上就和Nespresso呢 产生了低层的所谓的客户的关系 这个客户的关系甚至是一种契约 因为呢你一定要买它的咖啡胶囊 你才能喝得到它的咖啡 这个让你很难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而这个关系呢 它还可以用专利再去加强 让它这个核心的资源得到保护 也因为这样子一直喝咖啡 它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送到Nespresso的钱包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整个商业模式的右手边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过程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左手边 它代表就是一个后端的准备过程 而这个咖啡的来源呢 因为Nespresso它自己又不种豆嘛 所以它要有合作伙伴 来提供它咖啡豆 但是哦 它有自己的工厂 它才能把这些豆制成它认为OK 可以符合它的咖啡胶囊 所以在它的关键业务里面呢 它就要有自己的制造咖啡胶囊的这个能力 那核心资源呢所以就要增加一下它自己的生产设备 而这些当然就有生产还要再加上运送的这样子一个成本 同时还要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品牌很酷 所以呢还要有广告行销的费用 而且这不但是关键的业务 品牌呢也是它一个核心的资源 所以这基本上这个就是整个Nespresso的Business Cabus 也就是商业模式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例子 完整的把商业模式的Nail 从价值主张开始讲到它的客户的关系 然后它的客户的区隔 刚刚讲到的是家庭主妇跟上班族 然后接下来它的通路的渠道 并且产生了收入 然后另外呢 我们在左半边我们发现了 什么是重要的伙伴 意思就是别人帮我做 我不要去做 可是呢我要去区别什么是关键的业务 是我一定要自己来做的 而且我为了要做到这些的关键业务 比如说生产这些咖啡的胶囊 我就要有哪些核心的资源 然后我就建构出了自己的成本的结构 那对于任何的企业跟事业来讲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的模式来思考 事情呢到底会不会成功 哪里有问题 另外呢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二个 个人化的用法 比如假设我今天是上班的小资组好了 如果把自己当作一个有机的企业体 这张图呢就变形成一个个人化的商业模式 就可以去想想 第一个自己在公司的定位是什么 你如何帮助你的客人 而且你要帮助的人是哪些人 那平常你会和这些人怎么样去互动 那平常别人又怎么样去知道你 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服务别人 那在收入上你又会获得什么呢 那左半边呢你就可以去想想 你的关键的活动是你要做哪些事呢 那你的关键资源代表的是你到底是谁呢 你又拥有了什么 那众友伙伴上谁又能够帮助你 而且在成本上你又要付出什么呢 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思考 可以让在工作上面挣扎的朋友 可以去换一个全面思考的角度去想一想 所以总结以上啊 我就用了第一个 用Nespresso去说明了 把大致上的商业模式的图呢 讲了一次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透过第二个个人化的做法 说明了其实只要把企业改成个人以后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到我们日升 然后检讨我们个人到底要怎么去定位跟成长 最后我要提醒一下 这种方式不是一下子定下来 然后就不能改变了 这里讲的它是一种思考的习惯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思考的习惯 不断的去精进自己 然后最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比如说呢你一样是卖咖啡好 但是呢你认为如果你卖的是那种很爱精品 然后高单价的那种咖啡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客户的关系 还有你的关键资源 就绝对和刚刚讲的Nespresso是大不相同 那可能这是你的强项啊 那我相信有很多事情的成功 就是透过不断这样子去摸索 然后你才能找出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 这个呢就不是学校会教你的 而是一定要自己去试出来的 我会讲这个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啊我也做过一些生意 像我自己在澳洲卖一个很轻便的随身装置 他是给那个喜欢户外水上活动的人 一旦他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快要溺水的时候 他只要这个随身装置的拉盘一拉 一秒之内呢他就产生一个浮标 就可以把它从水里面拉上来 当时呢这个商业模式一化 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出在成本了 因为这个产品的品质很好 也因为太好了 所以客户买来不会坏掉他就不会回流 而开发一个新的客户的成本 像是你要去广告投放啊 或者是你要去店面里面去设置等等 我经过事后验证 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高 而这个成本跟售价之间的差异 是不是太小这个实验了 一定要去做过才知道 但是呢我至少算过成本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负担的情况下我就去试了 然后对于我开发这个产品的朋友来讲 做这个产品要几百万的开模成本 那就更大了 我还记得当时我还有另外一群曾经共识的朋友 他曾经同时在这个时候开始创业 然后他们当时用的是这个影片所介绍的思维来规划 那现在呢市面上有一个产品 是一种宝宝摄影机名字叫做QBO AI 我想在台湾如果是父母新手圈 算是有点点名气 新闻呢有时候也会报导他 他们在创业的过程里面 就是有不断的用这样的思维来一直改良 然后确保自己的产品可以符合客户的要求 其实呢我这两种朋友的意义都很良好 都是想要提供价值去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结局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大相同 我想的这个就是思维上不同的结果 而且以我个人的经验 如果公司没有这种思维 就想要脱离代工去做自由品牌 这个时候他一心理想的 就只有商业模式的左半边 右边的客户关系真的就做得不好 下场就会很惨 因为这个就是我工作前六年最深刻的体会之一 我还记得我的直属老板 在他自己离职的时候 他说如果你们都没有发现公司有危险 那就等于你在工作上研究不够深 我那个时候只觉得 拜托你都要走了 你还讲这种话 感觉就是被这个老板背叛 然后呢他最后还很很踹你一脚 因为他要离职前 我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 但是说真的他离开公司以后 公司的情况真的就是每况愈下 我那个时候还参与了检讨大会 大老板还刻意选了一个不错的海边别墅 想要换个环境大家来好好省事 可是我对于那次检讨大会的内容 真的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呢我觉得那个会又是官大学问大 根本就没有新的思维 公司往下的情况也没有获得的改善 这个就是后来的事实 就是因为思维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啊 就是因为希望透过这部影片 可以帮助到你 不管你的老板到底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可以就先练这种功夫 只要多练习就会越来越熟练 而且可以用多元的角度来看事情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了解这项技能的话 可以去买书来看 甚至或者是网路上查一查Business Canvas 我相信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如果你对影片中那个档案有兴趣的话 想要下载来研究的话呢 我也会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处呢放一个连结 你只要点下去 然后留下你的姓名跟email呢 我就会寄给你了 我不知道这样短短的说明 让你觉得Business Canvas商业模式 是A有用的还是B太复杂 或者还是C 我还有更好的版本呢 欢迎留言分享 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 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会说过所有影片 我是小范 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